今天我们玩的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绝底驱魔人 应该类似于炸弹人的感觉吧 玩法和炸弹人差不多 那么就一起看一看 哇 这这 这个开头音乐怎么像当年玩的那个游戏小蜜蜂 那么就直接开始 满满的怀旧分割 这就是个像素分割 然后 这个A的话是 拿那个铲子出来 然后这个L和R的话 是可以那个 放炸弹 我试一下 相对来说操作还是 比较简单的 放个炸弹 可以这样 这样把它消灭了 也可以不放炸弹 直接用这个锤子砸 哇 这是boss吗 这是什么鬼 哇 这就给某味了 这连第一关都过不去吗 然后重新开始 哦 斯卡布斯卡炸死了 贝利哥新 在这给他扔个炸弹 啊 又被炸死了 哇 这个游戏的难度还蛮高的 当年的像素分割游戏 好 那么继续再来试一下 哎 他好像每次的关卡都不一样 应该是随机生成的 是不是 他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他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哎 这个地方怎么还会 这是应该刚才那个boss 这难度让人崩溃啊 看来我这第一关都过不去了呀 这个难度 这个游戏的难度确实 再接再利 再试一把 哈 我 诶 这个为啥炸死呢 好吧 这个游戏今天就试完到这里 难度还是蛮高的 因为喜欢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 好 这期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